说着早晨那个早餐呢 也吃差不多了 米线也有点吃腻了 这几天鱼气比较吃腻了 然后呢 我们自己买的那个面包类的 然后咖啡类的 也有点不想吃了 所以今天早晨呢 咱们就出来去这个附近的市场 去吃一个早餐 听说里边有这个豆浆 还有牛条 还有糯米饭 想去试试 其实在东北啊 就是早餐的话 外面卖的就是豆浆油条这种挺多的 只是我们在家也不会买这些 但是今天来到这也是想换个口味 所以就来市场就吃个早餐 现在已经出来了 在路上了 都有点凉学的 哎呦 大姐 阿姨们买菜回来了 这啥葡萄啊 不知道 不知道 真热闹啊 这早事 哎呦 这个叫啥呀 这个没见过 咋还是白色的呢 琴是芹菜啊 你看琴是白梗的 没见过 哎呀 这大生菜 哎 太好了 真热闹 卖胆呢 我爸不知道看啥去了 啥也得去老妈会儿呢 老婆你吃起来 老婆你吃起来 一直干净一直不干净 老婆你自己吃 啊 一直干 一直干净一直不干净 就在家吧 就在家吧 吃点啥呀 我看哪个都要尝尝 来了 哎 那有个空桌 哎呦 小朋友 你还想烙贵的东西 基本都行 我必须来汤圆 然后我还得来一个西豆粉 豆浆糯米饭 油条 有啊 但我干豆粉看来 只能去腾冲的那个 和顺谷这里边的 我就记着在那吃 看到要点啥 要一块油条 里面油条 哎 三块千匹豆浆糊米饭 豆浆糯米饭 要豆浆 对 然后来一个西豆粉 哦 今天没有西豆粉 那个蜜 没有 这个没有 那个蜜 哦 今天没有西豆粉 好 汤圆 没有 还有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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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西豆粉都没有 明天能有吧 明天都没有 那个西豆粉那个蜜 还这几天都没有 哎呀 汤和豆浆 好 豆浆米饭 两个油条是吗 对 那个汤圆也这几天也不行 啊 这几天都不行 都不行 得过多长时间啊 在冬天的时候往车站在往那个盘子 哦哦哦哦 现在没有 吃了再也就没有 哦哎呀 来 哎呀 好吧 没有就没有吧 主要是冬天才有这些吃的 这些不是夏天的 一小月吃就来 两个 两个吧 好 来 好嘞 哎他给切断了 你看跟我们不一样 对 切断了 好 那我就糯米饭吧 再拿一个碗 拿过两碗 吃两碗 行 老妈又来了 这比家乡的果子好吃 这也太愁人了 抢人见水啥都好 我们这家里边有没有说也想吃 但是不愿意买 那果子炸在里边的面 这可以炸过 我妈说了就是我们有那边吧 可能是水瓶啊还是啥的 就是 炸完之后吧 不好吃 就是特别的 特别黏里边 就不像焖熟似的 面会炸大 其实这样他们都承重 承重 承重 压盛 丰面来不至 太省头 你想想 我觉得他就是故意的 坚持长 坚持长 好 哎呀 这豆浆豆米饭太好吃了 嗯 嗯 第一次吃豆浆糯米饭 好吃 你被收钱呢 就是我去付钱 第一次吃豆浆糯米饭 它是把糯米 就是颗粒的这种给放到豆浆里 好吃 还是好吃 我们这些没花上十块钱 给我三人吃饭 有吗 这是七块 豆浆一块钱一碗 这几块 我没要十块钱了 三人吃饭 没要十块钱 豆浆多钱一碗 不能一块钱一碗 不 配些豆浆 卖一块钱架 牛角还在涨的时候我也要涨了 哦 牛角有点本地吗 牛角没涨 明白 牛角涨了我还是要涨的 懂了懂了懂了 都卖十年了 都卖了十年了 哎呀 那是在哪呢 肯定会在哪 肯定会在哪 昨天马玉说个粉丝喊我妈的 我说转车走没了呢 走哪去了 然后 跟我妈说租房子的事了 你看这这楼呢 八十平 八十平 一家二十三 什么都有 就饭 一家二十三 就能煮下的 能做饭 就跟家似的 到楼他那是新居 就是那个紫桃街那边 那我妈感慨 吃个早餐撒烟花九块钱 豆浆一块钱 大姐说还能挺一挺 如果大家物价就涨 他就涨 现在还没涨 这家伙人说一样的没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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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豆浆多浓锅 多浓 豆浆浓 而且咱别老说价 就是便宜 东西比便宜就好 这就行了 而不是便宜东西不行 他不需要 对吧 你到底下回去了 都没有买呢 好 你觉得可以喝点豆浆 我爸说 果子炸得好脆 我爸说 果子炸得好脆 你看到几年了 我那天就想 对了 我那天就想 我就想看这果子炸得好 我爸说 越来越大越好 真想想 炸酷的 咱们全是 80年头都这个价 10年没长过掉 你念头上个老长 看看吃哪个好吃 啊 这么久啊 他们管哪个 啊 对 大部分都一块五 对 他说了 跟着大家说 如果原料涨价 或者是大家都涨 他就得涨了 就现在还能再挺一挺 老妈 我爸回来 这一道就感慨了 说是便宜吧 还好 这种东西就真的太难得了 早上就因为这个早餐 9块钱仨人吃都挺好 油条我爸堆的是暂不许好 我妈也觉得这豆浆做的也太好了 这说有的地方记得忘了在哪个城市了 说你这豆浆如果想加糖 还得加五毛钱 人家没有 你要是想放糖就放吧 都是一块钱 我会另外加钱的 哎呀这老爸老妈去见水这个印象啊 好印象又加深了 哎 早餐吃的它也快了 我是靠谱的张小姐 正在带着父母游云南 目前在云南的尖水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吧 拜拜